最近是海膽開始採收的季節 有火鍋店還有動飯店 陸陸續續把海膽入菜 像是有四倍份量的海膽蓋飯 還有海膽雞白糖火鍋 就看了都讓人口水直流 直到上桌都還在扭扭身體的鮑魚 明蝦干貝跟牡蠣 生猛食材上演海底總動員 清甜的老母雞湯頭 有重達二十兩的大清巡下鍋 但比起主餐更誘人的 還有這一碗 火鍋不配白飯 而是四大產足足四倍份量的 北海道赤海膽蓋飯 只有甜味沒有苦味 想吃的更多元 也能配鮭魚卵跟松葉蟹 或是雙拼生蠔跟海膽 其實像現在三月的話 本身是日本採收海膽的季節 出這樣的海膽蓋飯的料理 其實讓客人來吃火鍋之外 還可以有不同的用餐體驗 我們業績的話在三個月內 成長的大概五成左右 持續進入春分 天氣回暖 覺得吃肉太重口味 更多人愛吃海鮮 鏡頭來到另一家海鮮丼名店 有加量百分之五十的海膽 還有宛如瀑布的鮭魚卵 鋪到看不見白飯 這麼奢華的海膽珠寶盒 除了直接吃老饕級的吃法 還有請師傅幫你加蒸雕糕湯 師傅麻煩你囉 原本冰冰涼涼涼的海膽 在師傅喬手下又是一碗茶泡飯 這下雙重感受 雙倍滿足 我們目前選用的是南美洲的海膽 然後口感吃起來相較於日本來說 口感比較鮮明 而且比較強烈 那也帶點回甘的口感 在春天大打海膽料理 除了喜劇把火鍋結合海膽蓋飯 日本橋海鮮丼也推限量供應的海膽珠寶盒 主打特色雞湯的雞湯大叔 則把海膽做成海膽魚卵雞白湯底 最低八十九元就能升級 讓韜客都能無痛品嘗海膽的甘甜濃郁 記者 葉志雄 六志在北報導